台湾油麵團 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優秀麵團的陳耀迅 我們今天會為大家示範三款利用布里歐修麵團去做變化的品項 分別會有布里歐修吐司 原味布里歐 還有我們的阿拉奶油捲 我們主要運用到的食材會有 Lupak的發酵奶油 以及Lupak的發酵油鹽奶油 還有我們的烏魯糖牛奶 以及36%的鮮奶油 我們接下來要來示範的是 Lupak奶油布里歐修麵團的攪拌 我們首先先把麵粉加入到攪拌缸 還有我們的糖跟鹽巴 以及我們的酵母 那酵母一樣我們加入的時候 避免它跟鹽巴還有砂糖直接做一個接觸 然後加入我們的雞蛋 然後加入我們的冷凍鮮奶 那我們先讓我們的麵團 攪拌成團之後 我們再加入我們的法國老麵 麵粉跟我們的水分的部分呢 稍微成團之後 我們加入我們的法國老麵 那法國老麵稍微混合均勻之後 我們用二素讓它攪拌到我們要的精度 我們現在麵團攪拌到它稍微底部不黏鋼的時候 那我們陸續要加入我們的Lupak發酵奶油 我們只要奶油大概有吃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接著繼續下 那我們奶油全部加完之後 我們持續讓它用二素去攪拌到我們要的一個精度 那我們奶油全部跟麵團融合之後 麵團大概也接近到我們要的一個程度 那我們來確認一下它的精度 不留修的麵團呢 我們會把它攪拌到完全的一個擴展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拉出一個很薄的一個薄膜 然後它大概就是接近我們要的一個狀態 那攪拌完成呢 我們會需要麵團的溫度它盡可能不要太高 不要超過25度 那我們就會把它移到我們麵團箱 進行一個40分鐘左右的一個基本發酵 那我們發酵的溫度呢 一樣不要超過28度 好現在這邊呢 我們不留修的麵團呢 經過了40分鐘的基本發酵 那我們要來做一個分割 那我們會先分割奶油捲的麵團 那奶油捲呢 我們每一個的重量是60克 但是我們會先預估我們要做幾個的份量 像我們今天會分割八個的份量 我們會把它分割成480公克 那成型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把它分切為小麵團 那奶油捲的麵團呢 我們把它整成一個長型 那拍扁 這樣子冷藏備用 那剩下來的麵團呢 我們都會分割70公克 那我們會製作的有 鹽味的布里歐跟 布里歐修吐絲 那這兩個麵團呢 這兩個種類都是70公克 那我們分割完的麵團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進入到5度C的冷藏 我們做一個低溫長時間的發酵 至少12個小時以上 那我們要進入冷藏之前呢 我們要確實的把我們的麵團蓋緊 避免說它在冷藏當中 因為比較長時間的一個發酵 表面會有風乾的一個情形 好 我們現在要來製作我們的 Lupak奶油吐絲 那這個麵團呢 是我們在經過 低溫發酵12個小時之後 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今天吐絲的大小呢 我們會設定是4個麵團為一條 就是一個70公克的麵團 然後4顆一條吐絲 所以每一條吐絲的重是280公克 稍微折出一個光滑的表面 一個長方形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成型的重點就是 我們把大空氣一定要確實的拍掉 那跟底部的黏合處 我們一定要把它黏緊 不然我們烤焙的過程 發酵的過程當中 底部很容易就會開掉 那我們現在把它放到28度的發酵箱 好 那我們現在 要來準備的是 黃厚吐絲 不留修吐絲的一個 陸爐前的一個烤焙裝飾 那我們發酵 剛剛在28度的發酵 大概經過了60分鐘的一個最後發酵 那我們會來做一個烤焙前的裝飾 那首先呢 我們先刷上蛋液 那我們再用剪刀 剪刀我們稍微沾一些蛋液 它的深度呢 大概1公分左右的一個深度 那最後面呢 我們在我們剛剛撿的那個凹槽當中呢 擠上一條奶油 那擠上奶油的用意呢 最主要我們是希望 等一下藉由烤焙的時候 那奶油會在表面 它會有一個沸騰的效果 會讓我們的缺口 裂得比較漂亮 不留修吐絲呢 我們會用旋風爐來做一個烤焙 那我們溫度會設定160度 那時間的話是15分鐘 好我們接著要來製作的是 鹽味不理歐的一個成型 那我們會將分割70公克的麵團 那我們稍微把它擀成一個圓形 那這邊我們擀成圓形的厚度呢 我們不要太薄 讓它薄有一點厚度 這樣我們烤焙好的麵團呢 它會比較鬆軟 擀成圓形之後 我們把它放到鐵盤當中 那我們在擀的過程當中的一個重點呢 就是我們不要一次給麵團 太過多的一個力道 我們盡可能用比較多次 輕一點的力道 然後稍微翻轉比較多次 慢慢的把它延展開來 那我們在完成成型之後 我們一樣把它放到我們28度的一個發熱箱 好 那我們鹽味不理歐 在經過60分鐘的最後發酵之後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烤焙前的裝飾 準備入爐做一個烤焙 那我們先將麵團插上蛋液 那我們手指頭稍微沾一點點蛋液 在麵團上面 我們大概戳洞 那戳洞的用意呢 我們主要是希望 等一下麵團入爐烤焙之後 它的膨脹是很平均的膨脹 而不是從中心點往上做一個膨脹 那戳完澳槽之後呢 我們擺上我們的油鹽奶油塊 那我們會切成大概1公分乘1公分左右的一個丁狀 那我們每一個麵團呢 我們放上5顆的油鹽奶油塊 那我們放完奶油塊之後呢 我們在表面再灑一些少許的砂糖 那我們現在準備入爐我們的鹽味不理喔 那我們上火會設定210度 那底火160度 那我們入爐烤焙 我們預計是烤焙時間是8分鐘 好 我們現在這邊要來示範一個性能線的製作 就是我們會運用在奶油捲當中的性能線 那我們所有的食材有Lupug的發酵奶油 那跟砂糖 那以及性能粉 那跟我們的雞蛋 那我們將這4個素材呢 全部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放到冷藏去做一個備用 好 我們接著要來製作的是奶油捲的一個成型 那這是我們昨天分割成長條狀的一個麵團 那我們現在把它稍微擀捲開來 那因為今天我們是製作8個的份量 那我們等一下每一個我們的塊狀會切成3公分 所以等一下我們擀捲的時候會將我們的寬度 擀捲到24公分 那接著我們擀捲我們的長度 那長度的話我們盡可能擀捲到讓它長一點 這樣我們等一下抹入我們餡料之後 我們捲起來它的層次會比較多圈 那我們稍微把它整理成一個比較方正的長方形 那我們擠入我們的性能線 那性能線的話我們每一個成品的話是30公克 那我們今天製作8個 所以這邊是240公克的性能線 我們先把它平均的擠在我們的麵團上面 接著我們把它抹開來 那抹的時候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兩側 因為通常我們在抹線的時候都會害怕線會流出來 所以兩側呢我們自然就會比較沒有抹到 或者是線量比較少 我們在尾巴的部分留一小段 四點下我們的接縫處 那其餘的面積呢我們都平均的把它抹上我們的性能線 那抹完之後我們把它捲起來 那捲的時候呢我們特別注意不需要用太多的力道 我們只需要順順的把它往下捲就可以了 那我們捲起來 它是一個長條狀的狀態 那我們稍微冷卻一下把它放到冷凍庫 可能5分鐘左右讓它稍微冰硬一點 我們再來做一個裁切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拿出我們大概在冷凍 靜置5分鐘左右的一個奶油捲的麵團 那我們來做一個裁切的動作 那我們會把它分割成3公分寬度的一個圓形 那我們把它放到我們的紙杯當中 那我們怒膜之後一樣把它放到我們28度的發酵箱 去做一個最後發酵 好那我們奶油捲 再經過60分鐘左右的一個發酵 那發酵完成的階段呢 它大概會跟我們的紙杯 是一樣滿磨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就準備把它入爐烤焙 那上火的溫度呢 我們設定210度 那底火160度 那我們預計烤焙的時間是10分鐘 好那我們奶油捲出爐之後 我們趁熱刷上我們的香草鮮奶油 這個動作呢 我們一定要趁著剛出爐的時候 麵團麵包還有一點點餘溫的時候 趕快刷上我們的鮮奶油 那利用它的餘溫呢 讓我們鮮奶油多餘的水分揮發掉 好那我們塗膜完鮮奶油之後呢 我們大概靜置個5至10分鐘 它表面呢 水分揮發掉它就會凝固 成了一個鮮奶油的薄膜 好那我們已經陸續完成了 我們今天用LUPAC奶油所設定的 布里歐修的三個品項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款的是 布里歐修吐絲 那這是一個原味的布里歐修的麵團 那我們利用LUPAC的發酵奶油 然後去設定成一個吐絲的形狀 那它這樣的特性呢 帶來的口感 其實如果我們以相同的麵團配方比來講 那體積越大 當然它的保濕性跟老化的效果 會更好 那第二款呢 鹽味布里歐 我們當初在設定這個產品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是希望 消費者可以同時品嘗到 LUPAC發酵奶油跟有鹽的發酵奶油 這兩種不同奶油風味 呈現在同一個產品上 所以因此我們設定了用布里歐修的麵團 那同時在表面裝飾上有鹽的發酵奶油 那所以我們在品嘗的時候 其實它會呈現出是一個 甜甜鹹鹹的一個風味 那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產品 那最左邊這一款呢是奶油捲 那這是我們利用布里歐修的一個麵團 那當然裡面的內餡呢 我們是抹上我們所製作的一個杏仁線 那同時呢比較特別的是表面 我們今天在製作的時候有提到 我們趁著奶油捲剛出爐的時候 我們刷上香草鮮奶油 那在它冷卻之後 它的表面就會凝固 它會形成一個鮮奶油的一個薄膜 那這樣的商品呢 其實我們在常溫下去做 六至八個小時的販售是沒有問題的 那一般呢我們知道說鮮奶油 它最怕的就是說 我們在常溫下放置的時間久了 它容易變質 所以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製作方式 趁著麵包剛出爐的時候 我們刷上鮮奶油 讓多餘的水分去做揮發 那它就可以變成是一個 常態商品的運用 那以上今天這三款呢 是我們利用LUPAC的發酵奶油 所設定的一個不優秀的麵團 進來自分製作的 進去 入口罩 入口罩 進去 入口罩 感谢观看